有的朋友说这种鸽子 容易丢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 还又飞到一个 千万别乱落好好今天都走了 朋友没有 火吃油油 飞 准备加飞啊 外面又下雨了嘛 怎么屋顶上都是水呢 让他们出去飞一下每天 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出去走个过场 家里面的总鸽都是 直接飞走的 小鸽子这几天 开始陆续的想飞了啊 总共是六只小鸽子哎开始了看有一个飞走了看到没有朋友朋友们 有点小激动啊飞走俩 飞走俩 今天直接上天俩了啊 你看一飞就不怎么地啊 你也下来吧 这个也是小的 但他们都 很听话了 知道往外走 有的朋友说这种鸽子 容易丢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 还又飞走一个 千万别乱落好好今天都走了 逼的了 落隔壁去了 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对你们不能乱落可以飞 驱赶 就容易乱落的 看人家隔壁的 外面看到没有 咱家的鸽子啥时候又能飞成一大群你看他们 舟地鸡一样 让他们出去玩 我给他们准备食物 绕几天出去叫他们进来 还不知道咋回事 说的 就知道在外面玩 看跑这边来了 就不想着飞 刚才看到这个水里面有一个 好像是 小麻雀的粪便一样 给他换点 饮水方面一定要注意卫生的 真的 我不能看到水源里面有粪便的 词词 有的也不值得进了还在那边 这是知道饿的进来的 取口罩一定要给他们养成习惯 不然的话 他们后期的话不知道讯号是不行的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